暗影大人又来装逼了 明明被人一见贯穿胸膛 却还是露出猥琐的笑容 反手控制住少女身体 利用自身坚不可摧的力齿 成功打败英雄少女获得胜利 这一幕也让秃头骑士感到震惊 明明身体被刺穿却依旧活着 暗影嚣张地表示只要护住要害 人类的身体就意外地很结实 看着暗影大人一步步逼近 秃头决定不再留守使用魔力 释放圣域中心的怪人军团 然而暗影大人刚好恢复魔力 在被包围之际迅速反击 击溃众多英雄复制品 原来自从魔力被吸走后 暗影就一直凝聚魔力 使其变得足够强大不被剩余吸收 秃头不敢相信这是人类能做到的 气急败坏的他命令复制品 快点将暗影大人斩杀 哪怕敌人的数量很多 暗影依旧显得游刃勇 也决定结束这场闹剧 虽然他不能拔除圣剑砍断锁链 但只有破坏掉魔力核心就能结束 但是释放出最强魔力 将整个圣域瞬间摧毁 同时破坏掉被束缚的恶魔 等暗影醒来后 他和魔女已经回到外面 原来被刺入心脏的瞬间 他就用魔力转移了心脏位置 由于圣域的魔力核心被摧毁 魔女的力量逐渐开始消散 并向暗影道歉欺骗了他 自己一直想要消失忘记一切 所以才会召唤他前往圣域 魔女感谢暗影让他拥有 不想忘记的记忆 希望暗影能找到真正的他 帮助他的灵魂得到解脱 说完一言的魔女随风消散 与此同时另一边 准备离开的公主阿莱西亚 对此次行动十分不甘心 他们不仅什么都没做到 甚至连善恶都无法分离 只能站在一边旁观着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就会在不知不觉间 失去珍贵的事物 虽然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一个巨大组织在背后操控 但对其他的都一无所知 阿莱西亚提议三人联手 虽然他们很弱小很无知 但三人都各自拥有自己的圈子 只要收集足够的情报 就能判断出该怎样战斗 在阿莱西亚的提议下 三人决定成为同伴互相协助 虽然圣域被爱你摧毁 但圣剑却人间蒸发了 经过暗影花园的调查 也确定之前的猜测正确 在恶魔女就是恶魔迪亚波罗